歡迎收看周日的東橋Vlog 我是包伯 我是文 今天要帶大家來夜晚散步 我們要從廣尾一路走到週末黑 晚餐就來吃四八提食堂啦 這家店晚上基本上是拒絕無辜模式 我們點的這一道是生鮪魚和山藥米 然後它旁邊還有附的蘿蔔泥跟芥末 它的那個鮪魚啊 應該是已經有鹽滋過了 味道並沒有很重 然後搭配那個山藥米 蠻新鮮 然後加上一點醬油的鹹味還不錯 這道叫做Mix Fry 就是綜合炸物的意思 我猜這個是牡蠣 吃吃看吧 喂嘿 現在泥泰泰醬吃起來 它真的是牡蠣耶 真的超新鮮的 好好吃喔 吃飽啦 要做一件人生最重要的事情什麼 我們即將要踏上去找珍珠奶茶的冒險之旅 這家燒肉店的外牆啊 難得得很適合拍IG照片喔 時尚 時尚 時尚感十足 IG照 17 Vogue GQ 通通都不會採用 好謝謝 唉唷唉唷唉唷 喔這個 來一張來兩張 讚讚讚讚讚 跟文字互動一下 G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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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啊 A喔 水水水水 O-O-U-R-E 哇拔山射水一番 終於來到鹿角巷喔 耶 超級贊助商 文大挑戰 完全不能用一句英文 然後點完兩杯珍珠奶茶 好簡單啦簡單 Go 我們有看明明地 嗯 SUM SUM 這裡的尺寸是2個嗎 對 對 2個 1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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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這個挑戰算失敗 因為你只是用日文腔的發音 就是講英文 BRAWN SUGAR TAPIOK ASAMU BROWN SUGAR 是 請問一下黑糖的日文要怎麼講 什麼 COKUTO 之類的 乾杯 那我們請文用人生最誇張的方式來講評測飲料 好 現在我的背後有龍啊 然後還有一些工女就是拿著扇子來批 彷彿 帶我回到了 三歲那一年 第一次喝到母親的母乳 其實我沒有喝母乳 而且你三歲還在喝 三歲還在喝母乳 當你媽真可憐 然後 我媽那天還吃了一些黑糖的糖果的味道 哈哈哈哈 太可怕了吧 變恐怖片 好啦 那換包裹 花板 哈哈哈哈 為什麼我這麼好喝 很痛心 好痛 文恩現在要介紹 東橋史上最具毀滅性的敵人 最強大 史上最強大的 登登 欸 Switch 這隻是我的馬啦 好不好給大家看一下 最近新陽的一些馬 最近新陽的一些馬 醬 為什麼會說這東西是去毀滅性的 因為自從我得到它之後我就 停不下來 不用剪片啦 你知道啦 其實剪片這種東西 還好啦我覺得 靠腰 只要是打電動 我們沒有剪片 東橋就沒來 好啦 那個 感謝我女友 然後女友送我的生日禮物 耶 我們來到什麼地方啊 這裡是隱藏在巷弗中的小小貴民獸神社 連爸爸也沒有來過 歡迎收看 包吞翠翠念 好首先 第一個問題是呢 為什麼我們的Vlog 都會在晚上拍攝呢 好的 主要就是因為呢 週一到週五的白天 我們都要上班嘛 然後呢 週六週日比較完整的時間 我們又會拿來拍 主題企劃的影片啊 然後或者是拿來剪片 所以呢我們就要善用 週一到週五平日的晚上 然後呢拿來拍Vlog 然後或是像夜晚的主題 等等的小的影片 那所以呢這也是為什麼 你們覺得看似還蠻隨性的Vlog啊 其實都是我們有稍微就是企劃 然後想過今天晚上要做哪些事情 然後才拍出來的喔 好那為什麼我們影片啊 有一些餐廳呢 或是內容感覺會有一點點的重複呢 其實這跟剛剛維恩回答的差不多 我們現在因為時間有限啊 所以能夠拍攝的日期大概是五百六左右 那我們為了不浪費禮拜六的時間呢 所以我們可能會拍攝很多個主題 就是同一天 所以我們有時候一日遊的影片裡面 會有一個小小的餐廳 其實我們都有把那個餐廳 獨立出來做成一部大店 讓大家更清楚去了解說 那個餐廳裡面介紹什麼是什麼 就是有效的利用時間啦 沒錯 其實我們剛剛耐花了一個小時的時間 找不到最順便的場景 所以現在夜已經深了 現在就慢慢走回東部黑車站囉 我是伟恩 我是鮑伯 大家下次見 掰掰 而且我會想看看 一句話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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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